开球的距离非常的远 而亚尼现在在第十栋开球打到了沙坑里面 没有办法越过这个205公尺的这个沙坑 第二杆必须要 只能呢 应该是说他第二杆打到的国陵旁边的右侧 来看看曾亚尼 非常的辛苦啊 也没有办法留在台湾过年 马上呢就先冲到澳洲 这是一个birdie chance 推出去以后自己觉得不是很理想 感觉是直接朝向旗干的方向来瞄准打得相当的精彩 控制的很棒 有一点点左往右 对不起 对不起又往左 结果没抓到 连续九动 亚尼 是以帕来离开 然而 亚尼 目前世界排名第五名 一直去年的年度最佳球员 年度最佳球员是迎击分来决定 非常惊险的险胜的崔罗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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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这个Laura Davis呢 她的 旗干右手呢 是离身体最近的 但她主要呢 是靠 她的重心上面的一个移动啊 利用她庞大的身躯 那另外 Malisa Reid跟 Kathleen Ho 还对不起 Lindsey Wright 两个人的动作呢 就比较接近一些 比较类似 孙雅尼的第二杆 孙雅尼这一杆相当不错哦 拼HIGH的位置 能够打出好成绩 这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啊 雅尼的推杆 力道上面 短了一点点 路线是完全抓到了 但就是 速度上面 多用一点点力 可能就 抓到今天第二支的Birdy了 相当的懊恼 去年 澳洲女子公开赛的冠军得主 曾雅尼 打出了第一棒的杆 9杆的总成绩 拿小鸡腿出来 再一点点肺的 哇 结果也是被波杜呢 澳洲公开赛夺冠 靠着最后一天 打出了66杆的精彩成绩 所以目前虽然说 暂时落后 不过没有关系 先打到周末的比赛 然后周末呢 再来爆发 不过还是推的稍微短了一些 不过起码Birdy有望 每次我到一个国家 或一个城市 我只想走过来 走过来 去看 每次我到一个新的地方 到一个新的城市 他喜欢到处逛逛 看一看 看看不一样的文化 能不能抓到 自从第二栋之后的 再一支的Birdy 终于 在第二栋之后 终于在第13栋 抓到今天的第二支的Birdy 也终于露出了笑容 也是瞄准了 国领的正中央 上去以后利用弹跳 哎哟 结果居然还逗退撸 看这一个Birdy的尝试 结果路线上面并没有抓好 哇给自己留下一个 还蛮尴尬的 4part的推竿 哎哟 惊险啊 还好 这个part有救到 保持 起码今天还没有 基本上都是难踢 今天的 骑竿位置呢 一开始 先从难度比较低的地方呢 来起跳 可以想见呢 到了 最后两天 这个骑竿 肯定会插在最困难的地方 这一杆相当精彩 拼得很积极 Birdy的 曾亚尼 Birdy的机会 还好球 曾亚尼 好现在 赌一下 曾亚尼 现在来到第16栋的开球台 340公尺的part 4 好开球 位置相当不少 来看看曾亚尼的第二杆 哎哟 准备到 灰干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什么事情 马上停下来 停下来以后呢 再重新再来整理一次 再重新做好自己的routine 不要急 哇 非常精彩 这一个spin 滚得远了一点点 哇 刚刚 来看看曾亚尼这个birdy 的推杆 碎 曾亚尼 到了后九栋 终于开始发飙了 在后九栋 抓了三只的birdy 现在已经来到了四个under 精彩精彩精彩 现在只落后两杆而已咯 我们来看看曾亚尼 在第17栋的第二杆 在后九栋啊 曾亚尼 终于把球杆给找了回来 后九栋抓了三只的birdy 开球开的相当的不错 然后这个wedge上去以后 这个旋转也没有太过度 刚才Kershwin Ho 已经先抓到一只birdy了 曾亚尼 啊 稍微保守了一点点 力量上面稍微轻了那么一点点 没有办法 抓到在后九栋的第四只的birdy 好像有一点点偏掉 结果果然是偏右侧了 而且 你可以看到果领上面呢 是有一个斜度的 所以打到左边去 希望球顺的坡度再滚回来 但是力量有点不够 这个for part推杆 距离还蛮远的 啊 差那么一点点 稍微偏左了一些 结果 哇 出现了在今天的第一个失误 在第18栋 出现今天第一个bogey 去年的冠军曾亚尼 结果在首日 打出了第一标准杆 三杆的七十杆的成绩 这一切都要给你 再试下 打出了第一标准